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男士立伟业已经参加民进党初选时,抛出中文教学废除注音符号,改用罗马拼音议题引发热议,延烧到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,有网友认为应该废除这个平台,也有人认为该平台可以输压,应该保留。 Carrature提案支持中文教学改用罗马拼音,可让学生减少注音符号背诵,增加文字了解,与国际接轨,可是这项提案尚需4800多人复译才能成案,复译期限剩53天,网友看法不一。 赞成者认为,因为注音符号本来就是民国初年当时为了方便学习国语发音而创的,它不是中文一部分,国语也已经普及了,注音符号这个时代产物应该可以退场了。 反对派则指出,这是台湾的特色,我用啵啵啵,我骄傲啊,全球没人用国语注音符号,但也没其他地方用罗马拼音来学中文啊,其罗马拼音也不同于英美英文拼音,号称国际接轨,世界到哪里。 不过,网友提点子想废除的还有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议人CCD说,从过去所有通过提案来看,这平台根本不是政府倾听名义之处,任何政府不喜欢不想做的就给你打官腔搓掉,早已沦为民众自爽之用,不如快废除省下维护网站经费。 支持者复义说,相关部门所作出回应,只拿人人都可搜寻到的现行法规出来,最后再加一个英维持现状,即使通过复义,却没有任何进步改变,也有人说,具有建设性的提案屈指可数,这个网站只是加重基层公务员的行政压力罢了。 但爱上这平台的一大有人在,我喜欢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抒压,尽管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艰轻,但我相信集结众人之力量可以有所成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